近日,有媒体爆料李盈盈收到瓦基福银行俱乐部120万欧元的报价,这个消息没有得到官方证实。 实际上,据天津台球掌门人李珊透露,之前有多家俱乐部向李盈盈抛出橄榄枝,邀请她出国打球,然而就是为了对战奥运会,李盈盈眼下加盟欧洲联赛的时机还不成熟。 李盈盈、朱婷两人出国打球情况不同,荣应世界联赛最佳主攻后,李盈盈身价不菲。 在出国打球这件事上,李盈盈、朱婷是面临不同选择路口的。 由于河南女排实力很一般,朱婷如果留在国内帮助河南队打联赛的话,那她早早就结束联赛处于休息状态了。 这对于朱婷保持好的竞技状态并不是一件好事。 其实,朱婷不出国打球,选择天津、上海等国内强队打牌超联赛也可以,只是国内联赛水平太低,基本上就是各地方对护卓的局面,世界第一主攻只有在欧洲最顶级的俱乐部里对抗,这才能体现朱婷的价值。 朱婷出国打球,也得到了河南及中国排协等各方面的支持。 李盈盈所在的天津女排 本身就是国内联赛的冠军球队,李盈盈回到天津之后, 她就是球队的进攻核心。 如果天津放李盈盈出国打球,那天津女排还要花钱请外援来弥补她这个位置。 李盈盈在代表天津打完国内联赛,她也是有时间加盟欧洲联赛的,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,导致李盈盈现在不能很顺畅地出国打球。 第一,天津女排有联赛、全运会等比赛任务,李盈盈整个身体消耗巨大。 球员毕竟不是机器人,也是需要一定时间来休整的。 李盈盈作为天津女排的核心,不管是联赛,还是全运会她都必须常常守发。 再加上本身天津女排的训练强度,不逊色于国家队。 打完这么多比赛,李盈盈在马不停蹄地去欧洲打联赛,对于她的身体消耗太大了。 第二,李盈盈在出国打球这件事上,也曾表明过自己的态度,那就是首先要保证国家队奥运备战,出国打球可以放一放。 中国女排的集训与欧洲联赛时间上是重合的,朱婷就是加盟一甲联赛,已经缺席国家队集训了。 李盈盈之前,在国家队是替补身份,她也想在国家队取得进步,并证明自己有首发能力。 其次,今年是备战巴黎奥运的关键一年,如果李盈盈也接受欧洲俱乐部的邀约,出国打球的话,那蔡冰集训什么人呢? 朱婷走了,李盈盈再出去,那蔡冰只能是集训众会,杜青青,断放这些人了。 实际上,具备六轮遗传能力,对互欧美强力接应,扣球成功率不下风,再有世界联赛最佳主攻的身份,李盈盈加盟欧洲联赛的话,身份肯定不菲。 一边是欧洲俱乐部的重金邀请,一边是国家队备战巴黎奥运,李盈盈还是坚定地选择了后者。 袁新月也有出国打球梦,王梦杰也能加盟欧洲联赛,巴黎之后中国球员因走出去。 我个人觉得,中国女排至少三位球员,会受到欧洲联赛的热捧。 一个是李盈盈,另外两位就是袁新月,王梦杰。 朱婷为什么有那么高的报价?就是因为欧洲联赛不缺强力接应,能够接六轮一船,且具备相当强进攻实力的主攻,太少了。 李盈盈在今年世界联赛扣球得分,扣球成功率上都是位列前茅的。 像这样全面的主攻手,肯定会受到欧洲市场的欢迎。 袁新月在今年世界联赛也拿到了最佳复工,巴西女排主教练吉玛良斯一直在称赞, 中国女排有非常不错的副攻手。 袁新月一直也有一个出国打球梦,帮助中国队打完巴黎奥运会, 袁新月也可以开始尝试一下她的欧洲联赛之旅。 王梦杰是世界杯最佳自由人,山东女排近几年的联赛成绩也一般, 就是因为王梦杰的回归,中国女排才能稳住后排。 王梦杰在接欧洲球员的大力跳发,防起她们的重扣,还是相当稳健的。 多米尼加自由人卡斯蒂略就与朱婷彤在斯坎迪奇打球。 王梦杰打完巴黎奥运会后,她也可尝试去欧洲联赛, 应该有很多俱乐部邀请她的。 虽然说我们尊重球员的个人选择, 但是如果都出国打球,都有合约在身, 不参与国家队集训的话,那蔡斌就是有天大的本事, 她也不能带领中国女排获得世界联赛的亚军。 中国女排球人走出去是必然的, 这个时机也应该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后了。 大家怎么看李盈盈为了备战奥运, 放弃出国打球捞金?